佑雪你在做什麼 啊不要吵我啦 我現在在很專心的想要把這兩瓶水分成剛好的一半 哎呦佑雪這種方法太訊了啦 我來告訴你更好的方法 好大家好我是四大服務中周瑞誠 大家好我是師大服務中科學班鄭又璇 今天我們要帶大家做的實驗是抽水機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製作抽水機所需要的材料 首先我們需要保特品一個 吸管兩支 水適量 還有一個裝水的容器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抽水機的製作過程 首先我們要準備一個保特瓶 它瓶蓋與側邊都各穿有一個孔 側邊穿的孔高低位置取決於你水要裝多少 如果你要裝比較多水那你孔可以穿高一點 而水如果你要裝比較少那你孔可以穿比較低 我們把一根吸管從側邊穿進去 然後吸管長度要你把那根吸管把它穿到底 然後預留3到5公分 多餘的部分可以把它剪掉 那接下來我們再把另外一根吸管從瓶蓋那個孔穿進去 然後把它穿到比側邊的孔還要低 這根吸管的長度取決於你把這根吸管穿到孔之下 然後上面多餘的部分剪掉 留3到5公分 然後接下來我們拿出水盆 我們把保特瓶的側邊的吸管把它對準水盆 好 到時候來接水 好 然後我們把保特瓶蓋打開 接下來是加水嗎 對沒錯 加水 好 這就是我們抽水機製作流程 那我們做好了抽水機 那它現在可以做什麼呢 好 你可以看到有側邊的吸管 還有瓶蓋上的吸管 你看一下瓶蓋上的吸管 它管底是不是比側邊的吸管還要低 真的耶 所以你看它水它就不會流出來 哦原來如此 好 那接下來請佑璇把瓶蓋上的吸管往上拉一點點 哇 它開始流了 沒錯 那接下來請你把吸管拉更高一點 它水是不是流更大了 對耶 水流的越來越快了 好 那接下來再把吸管放回去 這時候水就又不流了耶 跟剛剛一樣 對啊 所以這就是我們今天抽水機完整的製作過程 哇 這真是太酷了 可以解決我剛剛的問題了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抽水機的實驗原理 你可以看到 當瓶蓋上這根吸管 它的管底比側邊的吸管還要低的時候 它水不會流出來 瓶內的空氣加上水的壓力大於吸管內的氣體壓力 所以吸管內的空氣進步來瓶中 導致水排不出去 哦難怪才可以控制抽水機能屬於不啟動的狀態 接下來我們把吸管往上拉之後呢 水就會流出來 那是因為瓶內的空氣與水的壓力會小於外界的大氣壓力 所以外面的空氣自然就會進得去 水自然就排得出去 哦原來如此啊 接著我們再把吸管拉得更高一點 它水壓就會下降 所以外界的空氣就會進去 這個抽水機進去的更快 水自然就會排出去的更快 哦難怪剛剛才會看到有一瞬間水流得越來越快呢 好接下來我們來講比賽的規則 就是我們要比誰能最快把這瓶水平均分配到兩個寶特瓶當中 好接下來我們就來開始比賽 哈哈那一定是身為科學班的我能精準的把這個分成兩等份啊 那我們就字幕以待吧 好三二 欸等一下等一下 比賽還沒開始 哦你會覺得我會贏嗎 蛤不會啊 真的假的 對啊現在是我抽水機才會贏 好那就開始吧 好 3 2 1 開始 抽水機啟動 啊露出來了露出來了 等一下控制一下控制一下 你看吧我就說我抽水機比較厲害 它不但不會露出來 而且它水 還可以這樣平均分配 哦用懸 這樣整你就要等多久啊 哇還是失敗 怎麼會這樣 好了 哇你的也太快了吧 而且好輕鬆喔 對啊你看這就是抽水機的用途 哇我怎麼一開始沒有想到這麼方便的用法 從剛才的實驗我們看到大氣壓力對於抽水機這個實驗的影響 而我們生活中有很多地方用到大氣壓力喔 宥璇你有想到什麼例子 嗯我想想看 啊我想到了是不是吸盤 沒錯 吸盤就是一個我們把大氣壓力用在生活的例子 另外宥璇你知道嗎 在我們生活中還有很多看不到的大氣壓力喔 真的假的 例如現在就大約一個卡車重的大氣壓力壓在你身上呢 真的假的 太恐怖了吧 小朋友接下來我們想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把這個瓶蓋蓋到這個寶特瓶上面 那麼小朋友們你們覺得會發生什麼事呢 最後我再精靈大家一下 就是這個寶特瓶穿的孔要跟吸管的大小要接近 不然如果瓶的孔瓶太大水就會露出來 那就是我們今天抽水機的實驗 等一下我沒蓋好